議員廖志誠一早來到埔里鎮地裡中心碑 除了和民眾問候以外 也關心廁所的設置問題 因為日前議員接獲民眾的陳情 表示廁所設置地點不當 加上農場的樓梯 讓長者是苦不堪言 然後來上廁所 做成很大的污染、髒亂 希望政府可以做一個比較美、比較美觀的廁所 讓我們的地坑這麼好的觀光所在 可以更舒適 讓大家方便 老人家下樓梯每一步都戰戰兢兢 生怕一個不小心就跌落地面 因此有民眾突發奇想 到一旁的書從來方便 滿地的衛生紙 加上惡臭的味道 實在是對地理中心碑的形象大大重創 議員廖志誠也特別提出呼籲 在這裡要求我們管政府 我們的觀光所來找經費 可以在這裡做一個新的衛生設備 方便我們的UK 也方便我們在這裡所有運動 出入這裡的頂部 這麼好的風景區 有需要一個比較有水準的衛生設備 經過一個上午的實地勘察 縣政府觀光處也在現場作出了回應 那所以這個問題我們在去年 觀光處有進行一個 縣級風景區的整體規劃 那因為這邊的土地大多數是 屬於林武舉經管的林班地 有關地用的部分 我們回去再做評估 看看有沒有適當的地點 可以來設置一個比較 屬於無障礙的一個廁所空間 那也會納入我們整體的風景區的一個評估 那也感謝議員對地方的關心 那我們觀光部門會盡力來達成地方的需求 埔里鎮地理中心被文明俠二 每逢假日就會湧入大批的人潮 平時也是許多長者乘涼聊天的好地方 民眾希望能夠蒸設廁所 除了能夠更加方便以外 也可以避免環境繼續髒亂 明月新聞正本翔 埔里採訪報導